那再來的話呢 剛剛同學有提到 剛剛這個如果用回圈的方式 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其實相較之下好像沒有效率上面 好像似乎沒有像剛剛 就是甚至比聚集好像 像聚集大概就一兩秒吧 那這個的話好像還甚至要三四秒 有沒有 才資料跑出來 那當然就是 理論如果比較高的同學就馬上會知道 這地方為什麼會相對比較慢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出在哪裡 其實你們可以 慢的話理論上 只要是你是一個一個的儲存格處理的話 相較之下就會慢 這個道理跟之前那個清除很像 我不是講說清除是一個一個清除當然會慢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假設如果可以用Range的話 那盡量你就用Range 可是如果這個地方怎麼樣改成Range 其實這個地方當然你就可以想到說 我們其實用Range的話呢 可以把它改成下面這兩行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道理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主要就是說第一個 我放儲存 放那個公式的話 其實只要放在哪裡 只要放在這個 我把這個 這個先把它取消掉 只要把優標放在這個儲存格 放這個公式就可以 那放這個公式的話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只要跟他講說哪一個儲存格 就Range B2就可以了 因為Range除了是一個範圍之外 也可以指某個固定的儲存格 那給公式的話就不需要像剛剛改成I 就直接給這個公式 那再來配合一個AutoFill AutoFill是什麼 其實就這樣意思 點兩下 點兩下 向下填滿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後面要跟他講說 要填滿到哪個範圍 從B2幫我填到B1000 那這個1000的數字 將來當然你也可以用追蹤的 不過目前我是直接寫固定的 B2到B1000 那主要另外 因為他是跨工作表 所以記得前面一樣要加上 蓄責物件 像這個加一個 兩個 這個也要加 因為他們都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怎麼判斷 主要是可以從這個按鈕的位置來決定 如果按鈕在這邊 這個我把它改一下名稱好了 這應該是黑名單篩選VBA 然後名稱改成這樣 OK 那改完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來亂亂看 所以其實改完 剛剛用FOR回圈 大概要跑個五秒鐘 如果改Auto Field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清楚喔 大概有沒有 頂多大概兩秒鐘 所以你會發現 效率好像又更快了 那下一選的話呢 其實喔 它之所以慢 你知道慢在哪裡嗎 有沒有發現 它就是因為要select 有沒有 然後再select 所以其實喔 錄製聚集的缺點 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說 它因為要不斷的 再幫你去抓那個滑鼠的位置 鍵盤的位置 所以它其實這個地方耗掉滿多資源的 所以有的時候啦 如果假設啦 你錄製喔 你想要讓它再加快一點點 其實有個方法 我好像前面跟各位講過 就是不要讓它繪製 像這邊有沒有 它要畫那個畫面的 切過去那個畫面 它CPU要處理繪圖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讓它這個加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 錄製聚集的第一行有沒有 只要加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就是把畫面更新關掉 好像我記得 上禮拜講過啊 這一行其實還蠻萬用的 以後你只要是錄製聚集裡面會切的話 通通可以再加一個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畫面更新 叫Screen Updating 有沒有 其實打一個S 還蠻好記的啦 就是你叫Excel 去把畫面更新關掉 那關掉的話就等於 你會發現有個開關 等於False 就是關掉的意思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我關掉了 理論上好像這樣應該會再快一點 所以它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它畫面呢 就沒有剛剛 slip的那個動作 所以喔 兩個比起來 好像有的拼耶 好像差不多 有沒有 所以喔 以後假設你遇到那種 畫面不斷要切來 尤其是跨工作表 像一直切來切去 那真的會讓你的那個執行效率 大大的減損 因為為什麼 因為切過去之後 它又要幫你畫那個畫面 它畫完畫面才會執行下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畫面更新 關掉 意思說 你不用幫我畫那個畫面 你直接執行後面的動作 那相較之下 執行的效率呢 也會比較高啦 OK 所以喔 這一行程式 還蠻重要的 OK 然後 剛剛的那個程式 其實有改了 所以這兩行 基本上雲端白板 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的話呢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 的方法二 就這兩行 OK 這一行跟這一行 底下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 那另外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就是 之前有同學會問一個問題 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 很多都重複了 什麼重複 去此 瓜糊查詢名單 有沒有 這個物件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哇 那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以後遇到 像這種狀況 其實順便講一下 當然你不做 不影響 可是如果你做了 讓程式更清爽 那我覺得好像有必要 也就是說如果 反覆出現 某一個物件名稱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學一個東西 叫Vis 所謂的Vis 指的就是說呢 我以後呢 就把這個名稱 帶進來 那只要在Vis 跟Endvis中間 這個範圍之內 那我在這個 點的前面 其實就是Vis 所以記得喔 Vis 這個名稱 然後記得尾巴 就是這個程式的尾巴 你要記得叫Endvis 有頭有尾 跟If跟Endif一樣 然後把這幾行 按TAP 我希望按TAP鍵 那如果在這個範圍之內喔 反正他只要看到有點 但是前面沒東西的 他就會自動加這個 所以喔 下一步就是你可以把 一樣的東西有沒有 這些東西呢 通通都可以Delete的掉 但是一定要留下點 他就知道 點的前面其實是有這個東西的 那這樣其實你會發現喔 相較之下 應該程式會看起來相對清爽啊 不過你說這個一定要做嗎 其實你不做喔 其實也不影響 但是做了 感覺好像程式喔 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好像我覺得 應該還是有必要 把這個程式稍微清潔 尤其是你將來喔 會遇到很多地方 你程式越寫越多 那越寫越多 你會覺得說 哇 重複出現 看起來真的會覺得很煩 所以你這樣我一定會改啦 可是 這當然就變成要多記一個東西啦 如果你暫時記不起來也沒關係 當然知道原理 那最後把它run一下 應該這樣run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不影響 OK 所以剛剛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把程式 從4回圈 這個 改成用AutoField的方式 那執行效率喔 幾乎是 等於是減少一半的時間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關閉畫面更新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WIS WIS的話我在這邊有 用WIS來精簡程式 特別是只要把 不斷出現的東西 提取到WIS跟EndWIS 前面記得要留下點就可以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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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